五七成龙市 台湾新闻民 海内外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胡中信 今天二度邀请到彰化县 色头香农会总干事 肖骏二总干事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欢迎盡理中干事 同时我们今天邀请一位非常美丽聪明 回乡百香果青龙 刘千台小姐欢迎千台 主持人好 总干事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湾总苗的二代接班人 第二代 二代剑 拉拔业 二代剑战力更强 来 请看这个 提膝拉拔后劲 在我这个五项诉求里面 更重视鼓励鼓舞青龙回乡 我们希望透过这节目 改变大家对农会的观念 改变大家对农民的观念 尊重 理解 接受 欣赏 几天前 我跟前立法院长 王晋明院长通过电话 我跟他说我正在主持农业节目 他说中英雄 你也会主持农业节目啊 我说报告院长学习 我说啊孔子说啊 无不如老朴 无不如老龙 孔子那么有学问都说 他不如种花种菜的 种水果的不如老龙 龙民就有智慧我们要学习啊 谦卑的学习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记得农为国本 农为棒本 我们就是要努力提升农民的地位 尤其鼓励青龙下乡 来我们先请这个军政总監室 来介绍这个美丽的千代小姐 来她的家族 好谢谢 台湾已经慢慢进入 那个建老龙的年代 现在平均我们的从事农业的年龄 将近要67岁 所以已经算是高龄了 社头像农会对于三年前 我们就开始来鼓励更多的青龙 来加入这个生产农业的行列 所以我们目前有组织一个青年农民联谊会 我们现在的组织里面 有一个会长 两位副会长 然后我们有会计总务这些人 他们固定每个月都有互相在两次的观摩演习 今天我特别带我们青龙的 神龙奖得主第二代 就是台湘总苗 他爸爸曾经在94年得过我们的神龙奖得主 他是台湘总苗第二代这班人 叫刘千台小姐 现在我就来介绍他来给大家介绍他台湘总苗 这个现在经营的概况 好 我请到千台小姐 什么情况下你回去接你家族事业 然后有什么心得 为什么从百香果来切入 百香果它还有包括很多国际竞争 请你一起介绍好不好请 是就是我是从2018年的8月 就是加拿大留学 然后硕士就是毕业返胎至今 那就是因为看到就是家里百香果 我们算是最上游做百香果嫁接苗 无病毒种苗这一块 家里有这么大的平台 我认为是需要回来家里 就是帮忙父母 就是发展这个家族企业的这样 那就是我在公司负责 就是国外订单业务的部分 以及就是还有生物生计OEM 就是品项的研发 那我们台香呢 是在彰化县舍头项的一个 农业生物科技公司 那我们不只专精于就是 百香果无病毒嫁接苗的生产 那在这个同时呢 就是我们也有跨足生计产业 然后我们就有以台湾 只有我们有的 现有的就是原料以及品种 我们要下去开发就是 全素认证天然的美妆保养品 以及就是百香果健康的加工食品 那就是未来就请各位敬请期待 我们产品上市这样 已经进入一个科技时代 而且我不管你的 你在加拿大是学农业是不是 是学商管的MBA 那恰如其分你就把你所学的 学与适用 来我请教签台小姐 台湾的这个百香果的台香总盟 目前市占率占多少 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那个农业统计资料下 我们台湾的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呢 就高达了80%以上这样 那最大的在台湾 主要百香果生产专区呢 在埔里南投县就大平鼎这一带这样 那光它的种子面积呢 就高达有550公顷只有 那其实呢 主要我们是做就是外销的国家 有东南亚国家为主 越南啊中国啦 然后还有韩国马来西亚等等都是有的 我请教理台湾总盟 百香果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为什么特别深受农民喜欢呢 那这样就是可以请主持人帮我们就是看 对就是请大家看这张图表 那在我们就是呢 我们在同业间跟国际之间的竞争力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不管是台农一号 或者是满天星或者是黄金果 都是经过我们台湾的品种来选育 那因此呢就是具有这些优势 抗病能力非常的强 那它适应的品种适应的适应力也非常的强 那结果率呢产量都相当的高 那我们在售后服务的方面呢 就是也做的相当全面性 不管售后追踪还有协助就是农民做一些 栽种辅导或者土壤方面的检测 或者我们亲自到产地去做了解 我们都是有协助做到这些的 好我们请这个千台小姐帮我们介绍 台湾有几种 这个这边有三种 最具有竞争力的是三种 是 对在这边跟各位介绍呢 就是在市面上最常看到的三种 就是经济价值最高的百香果的品种 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台农一号呢 是最常见到的品种 那台农一号在这边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果实是非常的光滑 然后呈现 略呈现就是鲜红色这样 那它果汁略相当的高 然后果汁果肉呈现浓黄色 那它的酸度 酸甜度呢是比较浓厚的这个风味 那是目前台湾最主要的栽培的品种 那它因为就是后续经济效益相当的高 所以就是因为它酸甜的口感这样 所以大部分呢适合拿来做加工 那满天星的部分呢就跟各位介绍一下 为什么它称呼为满天星 因为它有这个浪漫的名字的由来 是因为呢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红色的外表下 然后坠满着乳白色小点点 就像满天的星空 所以呢那满天星跟黄金果 都是我们创办人 我们董事长将它选育出来 并且业界沿用命名致敬这样 我教社同香荣会的百香果 请你介绍一个叫做挖果神器 请介绍 对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这就是我们研发出来的挖果神器 那百香果这边呢 就教大家如何不废摧灰之力 就是打开百香果 然后并且使用它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先将中间这里把它固定住 接下来呢把它刺进去 像画个圆规一样 把它画一个圆 这样画 然后中间你要一定要把它固定住 然后接下来固定住 然后把它切开之后呢 就有汤匙的部分可以食用 对这边把它切开 一吉两得 对那这边呢就切开了 那这边你当然就是可以把它 对品尝 然后这边呢就主持人可以尝看看 对是非常方便的挖果神器 这是台湾的骄傲 这个挖果神器 我第一次要用这个挖果神器吃这个 对它非常的方便 真是人如其名 这个物如其名百香果真的非常好吃 特别甜是什么 特别好吃 对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好非常谢谢千台小姐 非常精致 而且非常流畅的介绍 谢谢你 谢谢 我来介绍第二位非常杰出的青龙 芭蕾青龙 陈介玉先生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芭蕾 我们都非常喜欢吃芭蕾 像上一集我们介绍 我是不是再请这个俊二总监师来介绍 这个建益兄他怎么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他的芭蕾 最特殊地方在哪 来请介绍 我们现在我介绍我们第二次的青龙陈介玉 他是我们摄头箱融会产销班 第26班的班长 他最主要他的栽种的芭蕾 这几年来他有改变一些方式 他就是懂得说要怎么省工 然后要扩大金银面积 降低生产成本 另外就是说机械化的管理 还有比较用科技化的技术来栽培这个芭蕾 所以现在他包括通路平台都做得很好 他的品质提升很多 尤其他曾经在前年参加中部第七年 那个芭蕾品鉴是我们的品鉴第一名 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青龙 现在我们来请他来介绍他的栽培一些状况 给大家了解 没错你看在我前面这个芭蕾你看 比一般市场的卖相好 然后上一集试吃也非常好吃 来 我有请教建议 你怎么建议你自己的芭蕾的市场 然后你又怎么发展出你独特的技术跟管理方式 来请你介绍 大家好 我是社头乡 青龙 陈建玉 我从电子叶返乡至今 从事种植芭蕾大概有12个年头 电子叶 蛮特殊的 从电子叶回到农副 因为以前就是也爱吃芭蕾啦 可是在外面好像都像主持人讲的 吃的芭蕾好像品质的话 都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 所以回来之后然后就 想要做好一件事就是把芭蕾种好 因为又有自己的一些田园 那个芭蕾园 然后从开始回来也是小面积的种植 然后到最后的话就觉得 我们芭蕾的品质就 也是很受到市场的肯定 所以现在我的种植面积 大概到了1.5公顷 然后也是就是友善的一个环境 然后就是也要无睹的一个农法 好 我要强调他刚刚所提的观念 做正确 做更好 不断突破 表现杰出 科技也罢 农业也罢 这四个步骤 其他感到说要做就做最好 我熟读这个启蒙时代 就是200多年前的启蒙主义大师 比如说美国开国先贤 结合逊总统或法国政政家福尔泰 他们都说什么叫幸福 幸福就是退休的时候 在家里的后院可以种水果蔬菜 叫幸福 你看 你已经幸福12年了 来 我请教你 你有1.5公顷的芭蕾 你怎么应用你的科技方法 做到省工 省时 做正确 做更好 不断突破 表现杰出 怎么做到 是的 在我的果园里面 然后我首先的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从我的耕作管理到栽培 我们都要以最现代化的一个做法 下去做规划 所以在我的果园里面 我的种植的那个宽 那个植株都很宽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给喷雾车行走 就是我们也机械化 然后再来就是在我们的施肥 跟洒水系统方面 我们都做得很完善 所以在缺水或是说缺肥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微喷系统 然后下去给它供肥跟供水 补充它欠缺的养分跟水分 然后在我们的用药跟施用这个 液面肥方面我们都使用喷雾车 这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巴勒的一个品质 而且也是省了我们不少的一个工 所以在种巴勒以前的观念 就是很耗时耗工 然后我也想说 这个也是需要解决的方法跟办法 所以我就想说以最省工 然后最节省成本的方式 去完成这个工作 然后就自己就是已经慢慢的突破突破 然后就最后找到这个方法是很不错的 一个1.5公顷的巴勒岩 本来按照传统工法是要12小时 但他用他的喷雾车撕毁3小时 你看省了四分之一 这完全是科技化的管理 前教你巴勒的保存方式 以及怎么挑选好的巴勒 你这边先介绍你的巴勒 怎么挑选 我们巴勒就是要表皮就是要凹凸不平 这就是上选的巴勒 这种甜度比较高 总案师 你自己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来也行销你们色头香的巴勒 来 请 好 刚刚主持人讲 最主要我们巴勒拿起来就是要挡心 如果拿起来 coo icht choice Gulf和出改心 表示这个巴勒 的水份已经跑掉了 就比较乱硕 如果说软壸 它的水分就比较满 所以也比较脆彩 比较好吃 好 這是社頭鄉 這個建議兄所種植的芭達真是一雞棒 真的值得肯定 我要替他行銷 來 等一下我們來介紹養蜂人家 我們來介紹在社頭鄉有三分之一姓蕭 蕭嘉鴻先生 歡迎 好 謝謝 布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青年財經英雄出校的 來 請中幹事來介紹蕭嘉鴻兄 好 社頭的農園三角路移動 就是農園產區 農園產區裡面有一個蜂蜜產銷班 我今天就帶第三位青龍 就是嘉鴻青龍 他就是從事蜂蜜產業 我們的蜂蜜純粹都是用農園蜂蜜 所以來 今天就讓我們請他來介紹 我們農園蜂蜜的流程 讓大家了解 好 給我擋的表情 也輸給我做說 來 師傅請蕭董來介紹你 獨特的養蜂經驗清 好 觀眾大家好 我是那個社頭鄉青龍蕭嘉鴻 自民國97年返鄉 跟著父親學習養蜜蜂 至今已有12年了 然後我們回來養蜜蜂的時候 就是跟著父親一起學習 怎麼去養蜜蜂 我們的蜂蜜是來自於我們社頭鄉 三角鹿一帶的山脈下採收的 因為我們社頭鄉水質好 所以它是一個天然的養蜂地點 每年3至5月 我們就將蜜蜂遷移到社頭鄉的三角鹿一帶 採收荔枝蜜與榮原蜜 荔枝蜜與榮原蜜 荔枝蜜與榮原蜜 因為社頭鄉水質好 它的荔枝榮原品質優良 所以我們採收的榮原蜜 風味也很獨特 對 那我請教你這種獨特的經驗 你怎麼把它變企業化經營了呢 企業化我們蜂蜂本身就是說 自產自銷 然後之前我是跟著我爸爸的腳步去經營說 這個蜂場把蜂場蜜蜂的養殖好 然後採收的榮原的品質 要做到比較好這樣 好 我來試喝他們的蜂蜜 一天就才這麼做 來 告訴Pepper 真蜂蜜跟假蜂蜜 其實我們在很多市面上買幾乎回去喝 後來我好解融會都是這麼做的 但在市面上很多都講 來 告訴大家怎麼分辨蜂蜜的真假 來請 好 因為我們的蜂蜜都有經過生產居所 那個QR Code 還有那個我們養蜂協會的國產認證標章 所以我們的蜂蜜都有一定的品質 都是真的蜂蜜 天然的蜂蜜 來 我們來辨別如何那個市場上 的那個蜂蜜的真假 我左手邊這個是天然的蜂蜜 右手邊這個是調和蜜 像你加水稀釋後把它混搖 一直搖 來 大家看一下 天然的蜂蜜是這一個 這個天然的蜂蜜它有天然的維生素 礦物子及酵素 它加水稀釋後它會變成混濁狀 然後這個是調和蜜 它等於加水稀釋後等一下它會變成清車狀 這兩個就都不一樣 天然的蜂蜜這個 它的泡泡 半個小時也不會不見 這個是調和蜜 它的泡泡一下子就不見 這兩個就有很大的區別 對 這樣 泡泡繼續再有 來 最後請總幹事來介紹 您的家政媽媽所作的料理也是要介紹 來 簡單介紹 作結論請 好 謝謝 我們社頭鄉 我們家政班總共有21班 我們就是為了提升 我們農村婦女的生活品質 改善農村生活 所以我們都請老師來教我們料理餐 像胡大哥你手上的 有一個那個用櫃圓 還有麻油炒麻油土豆 這是最食補的 讓古早人做回來 都吃麻油土豆 炒年金也最愛食補 感謝駿俄總幹事 以及建律千台跟嘉鴻 三位新董給我們非常大的鼓勵 我們繼續努力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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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 你好 謝謝 多瓊